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 豬腦袋 你覺得這個大炮川普 會不會連任 什麼 我們哪裡 大家可以稍微放心一下 既然豬腦袋說 川普我們哪裡 意思不會連任 那我們大概就讀 川普應該會順利的連任成功 什麼老船長亂不說 我又不是神 你也不是神 大家來猜一猜好玩嘛 是不是 你們現在看川普的民調 都說他怎麼樣 哪裡我們死的 可是選舉這種東西 他變化是很大的 對吧 你看美國股市 一副要死的樣子 他又活了 所以最近的行情 為什麼這麼難做 大家知不知道 比如說 台北股市 在十一二點的時候 不是很神勇嗎 對不對 就尾盤大家就看到 一直沙沙沙沙沙沙 阿阿阿阿 阿阿阿阿 為什麼這樣子掉下來 大家要找原因嘛 不用找 就是到窮期 我們在開盤的時候 美國雖然在睡覺 但是他的期貨 盤後交易 持續在怎麼樣 進行 本來是跌了60到80點之間 結果一路跌跌跌 跌到一百幾十點 那散戶你知道嗎 最近就像那個 驚弓之鳥一樣 唉呀 稍微有風吹草動 下了半死 對不對 一下中印邊界要開戰 結果是怎麼樣 丟石頭 狼牙棒 對吧 也是早就有怎麼樣 行之多年了嘛 對老船長你這樣講 好像這些都老掉牙的問題 中美貿易戰已經持續 超過一年多了 請問這是第一天嗎 抓到了 抓到什麼 還有三峽大爆要崩了 崩了沒 那個都是你想想看 新聞記者 他如果不寫的辣一點 誰要看啊 對不對 要不要負責任不用負責任啊 台灣的假新聞剛剛好而已 對不對 那個標題都很聳動 你看進去氣得半死 根本是鬼扯蛋 真的老船長 所以大家要很習慣 但是呢 反應在股票市場 就怎麼樣 有如驚弓之鳥一樣 那這個時候就考驗著各位的智慧 跟各位的修為嘛 你以為你來股票市場 不用修為嗎 那請教大家 追高殺低 人家都常講 這是散戶的專利嘛 為什麼 有些蝦的蜜蜜會追高殺低 就是 長的時候心灘灘啊 對不對 生怕買不到就追下去啊 那套牢了以後呢 往下殺 怕他會怎麼樣 一直跌跌不停 跌到下市啊 就會很恐懼啊 趕快殺 那當然就追高殺低了嘛 老船長 不用改喔 幾十年了老船長我們也不改啊 幹嘛改 所以如果各位不願意改也沒關係 那個結果不會不一樣 那種一樣 結果是怎樣 走向歸零高之路啊 刷存折不就歸零高了嗎 再去工作 不用了 現在找不到工作 工作現在越來越難找 你不相信你可以離職看看 看看你的老闆甩不甩你 是不是 所以大家要珍惜現有的 你們每天看我的節目嘛 那我跟別的老師不大一樣的地方 就是人家拼命在做生意 我拼命的在怎麼樣 把你拉回來 從哪邊拉 從那個漩渦有沒有 看你要掉進去 趕快把你拉一把 因為最近的盤就是這樣子 它就是這樣子在那邊洗 對不對 你們台北股市在開盤在漲的時候 我道瓊其實就給你殺 然後你們台北股市呢 就上不去了 好啦很多散戶就把它砍掉 砍掉之後呢 今天晚上 美國搞不好又翻紅了 美國又翻紅了 台紫或是台北股市明天又開高 大家再追一次 舉個例子嘛 我不是跟你講7月份要漲PCB嗎 昨天星星最強的 今天開高之後怎麼樣 一路殺 大家知不知道為什麼 我可以告訴各位為什麼 你就不要急 重點在今天晚上 tonight 美國股市漲還是跌 我認為喔 雖然現在道瓊奇是在跌啊 對不對 不相信我們馬上來看嘛 對不對 我這個節目喔 彈性很大的 我隨時 我跟大家報告 我現在是下午啊 來這邊預錄節目 目前呢 道瓊奇跌158點 可是很吊詭的 到了晚上喔 欸 11點12點還是不好 還是軟軟的 欸 到兩三點喔 美國股市就來這一套 他就開始拉 等於是他接近尾盤 他就開始拉 那憑什麼拉 他也可以殺 就是我剛剛一開始節目講的嘛 川普喔 他的個性 他絕對不會罷守的 那前幾天他說 我選不上啊 那個 他都叫那個拜登是熊嘛 懶熊 那個喔 他應該會當選 他講這是幹嘛 他講這個不是在投降欸 各位看政治喔 沒有那麼簡單啦 他講這個我講過 他是在怎麼樣 他在吹票啊 他才不是在示弱呢 欸 現在也不過7月1號 距離11月3號投票 還有四個月 四個月 川普動用國家機器 對不對 他開始撒錢嘛 欸 很簡單 他在市場上大量的怎麼樣 買回債券 公債 你去買公債對不對 錢是灑到市場 公債拿回來 那這麼多的錢灑到市場 你看公債的這個面額都很大的 那個金額都是天文數字 大量的買回的時候 讓資金在市場上喔 太多的情況之下 就會往股票市場去走 因為你身為總統 你總不能說 欸現在幫忙拉台 在開什麼玩笑 那是犯罪的 對不對 但是呢 他就讓你市場上的 所以他就讓你油資爆多 然後呢 哇這些錢流入美國股市 的機率就會非常大 所以你看美國股市喔 它的那個動能喔 源源不絕 特斯拉創了歷史新高啊 我看沒有多久 蘋果也要再來挑戰前高 因為很簡單嘛 現在7月嘛 9月蘋果確定要出新機 或者新的iPad Air 或者是怎麼樣 那九月初你七月八月都要下單要拉貨 要趕快趕工了對不對 到時候九月你要全世界推出去 那個量是用益來做單位的 你開什麼玩笑 現在先看看有多少訂單 九月接了十月再來做神經病 所以你去看很多的電子公司 它七月的營收又開始往上衝 所以大家要非常注意 等一下我先再來講個股 我現在先跟你講 整個大環境你們不要怕 你看老船長的節目 你先把心定下來 那今天要洗盤是非常怎麼樣 正確的事情 這個原因什麼 我待會也會講 我們先來做一個總結 我不認為川普會落選 我一直覺得川普會當選 我覺得他當選並不是他做得好 事實上他做的話應該 全世界應該最爛了 數一數二爛了 但是不會因為一個總統做得爛 爛他就不會連任 聽得懂 再講一次 再講一次 不會因為一個總統做得很爛 他連任就會失敗 政治這件事情不是這樣看的 所以川普不斷的把錢灑到市場上去 然後他又再搞個一兆美金的怎麼樣 企業的紓困方案 之前已經兩兆美金怎麼樣 發下去 哇很多人都領到錢了爽爽的 那你說你們擔心的什麼白人 黑人種族 歧視問題 那個不是問題 美國大部分都是白人 白人心裡面怎麼想黑人的 你知道嗎 但是有時候表面上就是不能夠講 但是可以做 怎麼做 去投票 所以川普的視落 他是在吹票 把那些怎麼樣 白人 就是說 內心其實是歧視黑人的票 吹出來 那那個一定遠遠大過於黑人的票數 這樣大家懂意思吧 當然你去批評川普做得好不好什麼 我覺得那都沒有意義啊 選舉出來的結果你就是要認 那川普他只要不要確定落選 我在這個節目講了很多次囉 他只要確定不會落選的話 就是說 現在你已經確定輸了 那就沒戲唱 美國就先崩盤了 因為川普他是讓這些企業有沒有 調降稅率10%嘛 10%對一個公司來講賺的肥肥的啊 台灣很多電子公司毛3到4 毛利率才3%到4% 川普一口氣降10%給企業 企業都很爽啊 對不對 拜登說等我當選的話 我要把這個取消掉 那還得了啊 所以說我跟你講那個股市就會大跌 美國股市大跌 那台灣一定也跟著大跌 對不對 所以你要搞清楚 你現在看美國 我認為他不會跌的原因就是 因為川普還沒死啊 他的選舉還沒有被判死刑啊 還有機會 而且我覺得他還是會當選的 所以美國股市 你不要把它看空的情況之下 那台北股市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是不是像老船長講的一樣 這個就是多頭嘛 每一次的拉回不要怕 這個拉回那麼深 一樣拉上去啊 這邊才拉回100多點 怕什麼上去了 明天會不會來挑戰前高 我們先喝一口水 不要走開 我們會回來 我們會回來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德頭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諮詢電話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德頭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 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向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 匯局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 更專業的團隊 等你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頭顧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大家看老船長的節目 為什麼可以很放心 因為我的節目是有連續性的 我都會做交代 我不會閃躲 你去看很多老師的節目 股票一跌 他也不交代 然後就當作沒講 這個是很不應該的 那我昨天在這邊寫得很清楚 這個是昨天的測標 叫7月印刷電路 什麼意思 各位的資金不是中央銀行 你們的錢都有限 那個叫你買這個買那個買那個 這個的分析師都是假貨 什麼叫什麼叫假貨 各位知道嗎 你有這麼多錢買嗎 那他講這些不是廢話 他是怎麼樣 包山包海嘛 漲得他全部都算嘛 你各位的智商 已經到了出社會成年人了 在看投顧節目還不知道 被人家當豬腦袋耍來耍去 對不對 老船長真的耶 我們的資金喔 我們是小額投資人 我們就只有一套資金 我們怎麼可能這個也買那個也買 對嘛 你不要隨他們起舞 你心裡面要很明白 那老船長的節目喔 講快點就是為了怎麼樣 普羅大眾投資朋友 來做服務的嘛 所以我要你們focus鎖定一個族群 就可以了 那電子族群不是說我鎖定 印刷電路 其他都死都不會漲 我從來沒有這麼講 因為那是很白癡的行為 怎麼可能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獨鍾礙於印刷電路 就是因為現在看起來 印刷電路板 它是最整齊的 第一個 美國的拉貨 印刷電路板 平蓋股裡面 它是非漲不可 這第一個 你不要在乎那個大盤跌不跌 我剛剛已經講得很清楚 美國股市不會死 台北股市不會死 還要繼續漲 好不好 安啊 什麼 今天最高套了 你不用怕 等會我講完你就知道了 印刷電路板 這個瓶蓋股都吃得到 5G的基礎建設呢 這幾天你們開始要去辦5G了 對不對 那5G的基礎建設 百分之一千萬一億要用得到啊 也對啊 那你們現在要換5G的手機 不然你去中華電信或是台灣大 你要辦這個5G 你的手機不能夠用5G 那你怎麼辦 所以你要買一支5G的手機 對吧 那這個5G的手機的量 未來也會爆出來嘛 那裡面要不要用到PCB 那叫廢話 好 電動車 你們看那個液晶螢幕很大 對不對 要不要用到PCB 都要 因為PCB就是工業之母嘛 沒有不用到PCB的啦 各位觀眾 了解意思吧 所以我說它是非常整齊畫一的 它這個族群也是怎麼樣 很龐大 它不是那種很偏的族群 只有兩三支的那種不要 我們講的是普羅大眾的投資 那昨天我講到星星 對不對 現在大家就怕啦 老船長 你昨天跟我們說 星星 這一根紅棒起來的話 就來到這邊囉 就過囉 今天我們趕快去追 追在一開盤 收盤之後 我們就把那個金拿出來 就開始唸 這什麼金呢 我也知道 你們就拿上面這叫寫三字金嘛 就開始唸老船長 難怪我今天盤中耳朵都很紅 幹什麼 老船長 我們聽你的去買印刷電路板 對不對 今天一開盤去買沒有錯啊 想說等會會漲停啊 啵 啵 這樣子還不用對你念三字金喔 喔 講起來好像有一點道理 亂來 你又不是我的會員 我有叫你一早去追嗎 也對耶 老船長 做人要講道理 好不好 那我現在只能夠跟你說 如果你跑去買印刷電路板 今天早上一衝高 你去買的 你不是我的會員 對不對 那你也不用擔心啦 因為我認為你會解套 而且也會賺錢 但這個過程呢 我怕你自己又把它亂賣 又殺低了 因為你最喜歡追高 殺低 是不是回到我節目 一開始講的 對耶 老船長你怎麼知道 對 我在市場多少年了 我不知道 那你解釋一下 PCB對不對 新興外資最力挺的 有的夏天明今天開高走低 沙尾盤收黑 你看嘛 所以為什麼要看我的節目 我會跟大家講原因為何 首先你看到大盤 大盤今天多少量 你看一下 1900多億 各位觀眾 1900多億 給你漲了最高一百一十幾點 這個不摔死才怪 再加上到窮期 也是黑的 這尾盤一定要殺嘛 為了夏天明 兩千億都不到 欸 這國小二年級 我交一次就會 你台北股市漲一百多點 而且要來逼近前高 你連兩千億都不到 當然是不夠嘛 那量不夠 就容易怎麼樣 沙馬 欸好像有點道理 我們現在趕快來看新興 我看看我講的對不對 你看大盤各股都一樣省準 各位有沒有看到 我現在把這個量調出來給大家看 對有沒有 昨天新興的量 各位觀眾 在這裡 幾張 12萬多張 十二萬喔 將近十三萬喔 今天幾張 八萬五千張 看到沒有再看一次 這個是今天的量 這昨天的量 昨天供上去 創新高之後怎麼樣 今天量出不來啊 怎麼辦啊 你今天量出不來對不對 你跟人家供什麼 供個頭啊 只好殺下來 但是不要怕 這個中黑K 你看下殺量縮 上漲帶量 欸 還是多頭格局啊 那就對了嗎 他不能明天補量漲嗎 對不對 因為你這個量爆太大了 你知不知道 我教你們齁 這一段期間 只有這一天的量 比他大以外 其他所有的量 都沒有昨天量大 那你現在蹦不出 這麼大量怎麼辦 你只好靠震盪洗盤的方式 把幅額 踹下車 才能夠輕輕的 對 就上去 這個就是股票市場 那為什麼我講星星 因為他是龍頭 大家明白意思吧 當然還有滑通 對不對 滑通今天也是一樣 如出一測嘛 各位觀眾 昨天四萬多張 四萬五 今天兩萬四 金像電 昨天七萬耶 今天三萬九耶 哪一隻攻得上去啊 這個就叫做專業 我不能說今天PCB跌了 龜縮裝刀都沒看見 對不對 七月印刷電路 趕快把它拿掉 導播測標拿掉 換一個 看今天長什麼來騙 這是我骨海老船長會幹的骯髒事嗎 不可能 你們看我的節目 你不是我的會員 你今天要愛戴最高點 我也沒辦法 對不對 但是呢 各位今天看小弟的節目走運了 請大家聽好 你不是我的會員 但是你現在手上有印刷電路版的股票 印刷電路版很多嘛 不只星星嘛 也不只華通嘛 也不只金像電 也不只藥華嘛 對不對 很多blah blah blah 你有這麼多的股票 那其中可能是你的 對不對 那你今天為什麼要打電話進來 很簡單啊 今天叫做7月1號 我已經說過太多次了 小弟我都要收費了 但是呢 我知道最近的行情 震盪的很厲害 洗盤的很厲害 頭顧老師都是怎麼樣 跌了就裝死不講 所以今天只有我依然看好 印刷電路 而且我告訴你7月份 就是要漲印刷電路 我不會因為今天它開高走低 我就看壞它 反而我深入的去分析 價量的一個關係 讓大家很放心 而且我不是胡說八道 相信在股市久的人 聽我講完以後 就會真的耶 我都沒有注意到 我只注意到股價在跌 其他的我都已經怎麼樣 嚇得發抖 那你今天看我的節目 就有意義了對不對 可是呢 我還是不放心 我要帶著你們一起來做 老船長你要收會費了 不用 我今天跟公司講了 今天叫7月1號 這一整個月 7月1號到31號 就只有今天一天 你願意打電話進來 我在這邊掛5億8千萬新台幣保證 我絕對不收你一毛費用 那老船長我們打電話進去幹嘛 你打電話進來 寫上你的大名 還有我們聯絡到你的電話 這沒有叫你參加會員喔 是完全完全由我親自告訴各位PCB的賣點跟買點 也就是說我的助理會通知你 假設你現在套牢了 他假設明天又開始漲了 到底要不要賣 要賣還是不要賣 你放心 你只要等電話 我們的助理會通知你 譬如說 現在短線高了喔 那你就賣一趟 因為PCB大部分都是差不多嘛 也許你買的是星星 也許你買的是金像電 也許他又買的是華通 那不管 不管喔 都一樣的意思 甚至你可以私底下問我的助理 我的助理會來問我 我會告訴你 如果個別你要有差異 譬如你的張數比較多的話 總之 你今天打電話進來 我掛5億8千萬新台幣保證 是免費的 所以你今天看我的節目 哪怕你沒有PCB好了 你想操作的朋友 該買進的時候 我都會請助理去通知 那只有在今天7月1號是免費的 我的節目做給官司應菩薩看 我說謊 我下十九成地獄不得好死 請官司應菩薩作證 但是你一定要拿起電話來 因為2號開始都是要收費的 好不好 這一個月我跟公司怎麼樣 爭取就一天 不然他說永遠都要收費 我說不行 拜託給我一天的機會 因為我知道 近期的行情 散戶朋友是沒有辦法的 好不好 但是你也不要被大魔頭騙了 別家要收費 我不用收費 你拿起電話 我一定會幫你的 因為我的節目做給神明看 絕對不會騙你 但是你要拿起電話 只有今天一次的機會 這個機會 瞬間報現開始撥打 是這個機會 只有他最終的 是這個機會 是這樣的福音 因此發生才能 他怎麼成為